嘉義大學氣管系最近要爭一名教授 結果來了百名的博士來應徵 其中不乏留學英國 美國 德國這些知名大學 而且呢 還有人甚至當過大學學院的院長 讓西方真的嚇了一大跳 而學界現在普遍是認為說 國內已經浮現了博士生求職不義的流浪潮 就知道說這個競爭非常激烈 幾乎是全球各地都有 桌上四大紙箱塞得滿滿的都是博士的學歷 總共有一百多份嘉義大學徵一名教授 來了一百多位的博士應徵 至少有一百多位以上的博士來申請 美國知名名校 Top10或Big10的學校也不少 履歷上寫著美國密蘇里大學 美國匹茲堡大學 英國愛丁堡大學 求職博士不只學歷高 還都是世界名校 教育部統計 全台博士生88學年度一萬三千人 十年後暴增三倍增加到三萬三千多人 博士生滿街跑 他們有了這麼高的學歷 反而就是他們不願意 就是把自己身段放下來 學數上跟實際上面的領域 其實是落差很大的 對 然後這也是為什麼沒有考慮 有一點博士班很大的原因 精英教育便利商店化 國內浮現博士生求職不易的流浪潮 硬監者還有人當過大學學院院長 讓西方嚇了一跳 連幫忙整理履歷的碩士生 看了都傻眼 直說要趕緊投入就業市場 學習一聚之長 中天新聞 侯國文包經營嘉義報導